据了解,被害人赵某今年20岁,温州大学幼师专业毕业,是一个特别漂亮爱打伴的姑娘。 赵某好友称,被害人赵某是8月24日下午1点半左右,从位于月清飞鸿南路的家里上车,准备去永家参加同学的生日会。 赵某当时叫的是顺风车,大概是在2点09分的时候,她给闺蜜发了定位,表示司机把车开到了没有车的山里,她很害怕。 下午2点14分,赵某又跟另外一位朋友发微信说,救命,抢救。随后朋友回电话时,赵某的手机一直关机。 亲友感觉不对劲,立即向属地派出所报警,但警方需要车辆的车牌号码。 亲友联系滴滴客服,但滴滴一直以保护用户隐私为理由,拒绝提供司机的车牌号码信息。 到了下午5点半,赵某家属联系求助了温州月清市龙之野救援队,希望能够找到赵某。 参与救援的队长刘晓光说,他们根据监控视频赶到月清旦溪镇石角龙村附近的山上。 刘晓光表示,救援队一行32个人,是傍晚6点多集合后上山找人, 一直找到今天凌晨4点多,还是没有发现功能的踪迹。 直到早上7点左右,警方联系了救援队,并带凶手过去执任现场。 越清市公安局通报,犯罪嫌疑人钟某,男,27岁,四川人,在25日凌晨40序, 在柳市镇被抓获。经初步侦查,该滴滴司机钟某交代了对被害女子实施强奸, 并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,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。